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去小农场的妆容 就是等一会我要去小农场 所以说我就画了一个比较符合小农场的风格的妆容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妆容 然后让我们开始吧 这款妆前乳非常非常润 然后我们就这样子抹开 然后使用这些娇兰加的那个粉底液 这款粉底液就是轻敷粉底液嘛 然后涂上去真的就很像你第二层肌肤 是我非常非常也喜欢用的 而且这款很润 用气垫粉铺把它推开 用之前都喷一下 我觉得喷一下的话 它那个效果很好 就是整个皮肤的那种光泽感很不错 然后我们就可以就是正常的推 推眼材但是不要太推开 就是直接拍拍拍这样子 把它推开 这样子比较遮瑕度比较高 用这个Dior的遮瑕非常非常保湿 这就是我当时买它的原因 就点压就好了 不要把它 搓开 好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 现在就是最近学的就是说 在那个遮瑕之后 就千万先别把它推开 就是等它大概就是干了一些了 然后你再推 那我就先会画眉毛 那眉毛的话 嗯 我们先用眉梳就把它梳开 一定要梳开 因为刚才我不是有放粉底液在这边嘛 所以它在粉底液就会残留在眉毛 如果有粉底液的话 其实眉毛是不好画的 然后今天眉笔就是用这个 MISS HANA的眉笔 对 然后我们把它先画出一个眉型来 然后中间的眉色用眉粉来填补 对 就照你的眉型来画些就可以了 嗯 延长一点点 好 那这样就画好了 主要这样的很简单 然后另一边 其实我觉得最难画就是对称眉 不是说一边难不难画 而是对称不对称 超级难画 我特别讨厌画眉 然后我曾经想过要不要去闻眉 但是 闻眉的话是一辈子嘛 就等于如果你闻上去 它就不可能 在那个 消失嘛 就算是 嗯 怎么样都会有一些痕迹吧 所以后来久定还是就不去闻了 好 我们今天是用这个JS加的那个眉粉 就是看来挺好用的 用这一个笔 就这样子的 然后我们把它 就取这个最浅的这个色 然后涂在眉头 把它说明 这样就很自然了 因为眉色还挺深 所以我们一定要染眉膏嘛 现在我一直在留 一直在留黑头发 因为我 比较喜欢黑头发 以前就很喜欢那种金色的 然后我们就这样子 这样梳 就比较好 好 梳云 就不要这样梳 这样梳 顺着眉 眉毛自己的方向 生长的地方梳 不要逆梳 因为我觉得逆梳 其实不好笑 我这人是不喜欢逆梳的 就这样就好了 嗯 接下来就是 我们现在的遮瑕干了 差不多了嘛 我们就可以来 涂那个遮瑕 其实可以用手啦 但是我其实不喜欢用手 去沾遮瑕 我觉得挺恶心的 所以我今天就用这个来拍开 拍开的话就是 这样子拿 这样拿 然后就这样子点就好了 这样子 它遮瑕度是有的 大家看到吗 你看 现在下面就会比较 因为它比较干了嘛 然后遮黑眼圈也是这样子 上眼皮也可以给它这样一点 好 黑眼圈遮的 很不错吧 我也觉得 嗯 我觉得比刚才好很多 因为刚才我这边都有 痘疤 对吧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就好很多 我想要定妆 所以我要用蜜粉嘛 蜜粉我今天使用的是这个 嗯 NARS的 乳光这种 透明的蜜粉 转一下 要一直这样拍 它才能把粉 沾上 然后现在粉都在上面了 千万不要打圈圈 圈圈的话 会把那些遮瑕 还有粉底全部都 毁掉 所以我们就 拿来就是这样子 按压就好 首先按压的是这个最容易出油的 T字部位 然后最后是脸颊旁 那眼睛的话我们今天使用的是这个 可以make的那个眼影 然后就是这一盘 眼影盘 然后已经快用完了 想说赶紧用完嘛 对吧 首先先使用这个棕色 就画在这一块 用这个深一点的颜色 都用手 因为我比较喜欢用手来上眼影 然后用在后半端 给它更深一点的颜色 就给它一个绒 漸层嘛 这样子 漸层的感觉 然后呢 画一点点在这个 眼下的位置 然后就是打亮这个眼睛的卧场部分 部分 这个我用的是桃谷顺天管的 我很喜欢他们家 然后我已经用了好多 好多把了 这是金色 这样子 整个眼睛就比较 差别还挺大的 我觉得是Canmake家的眼影的粉质还不错 那内眼线的话 我今天会使用的是这个 Miss Hannah的 我很喜欢用他们家来画内眼线 不容易晕嘛 那画内眼线要注意什么 就是注意 不要画到 刺到你眼睛 因为我以前刚开始画内眼线 还挺容易刺到自己的眼睛的 有时候不小心就会画到那个 隐形眼睛上面 对 那眼先这样就画好了 要看得出来吗 但是就是画好了 那夹睫毛的话 没什么技巧 你先夹住这个东西 就先夹住 然后往你眼欧里 捅 就这样晚上夹 这样睫毛就会很翘 这样子 刷睫毛 打底膏先 然后再刷睫毛膏 眼睛会更翘 把睫毛打底膏 我很推荐这个Kate的 我觉得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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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用 就是这样说就好了 然后这样子就画好了 那个打底膏 睫毛就比较长 然后使用这个 黑色睫毛膏 这是那个 恋爱魔镜的 它这个延长效果还挺好的 这样子就 睫毛就完成了 然后我们来画鼻影 那鼻影的话 画法的话 就是一样的 就是你要 从底下来画到这里 就会比较自然一点 还是用刚才的那个JS的眉粉 然后绕来这里 就这样子 绕来这里 然后这样子往上走 这样子鼻 就有个鼻槽嘛 怎么讲 就是有个鼻子的形状 这样子 绕过来 然后往上走 嗯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用手搓开它 这样会比较自然一点嘛 好的 鼻影就这样画好了 鼻影画完就是打高官 那高官的话 我今天使用的是这个 Kate的 它一边是阴影 一边是高官 其实有时候你也可以拿来这个单阴影 可是我比较喜欢自己画啦 然后我们就这样输就可以了 这样打好之后呢就使用手把它推开就可以了 接着就是腮红 那腮红的话 今天我想使用的是这个YSL的唇蜜 这个的话它是唇甲两用嘛 然后我们把它涂一下 这个是一号色应该 很少用这个颜色 我们就先把它涂在手上 不要直接上脸 这样子会太红 现在涂在手上大概是这样子一些 对 然后我们把它抿 就是晕开然后涂在这个位置左右 这样子腮红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用剩余的来涂嘴巴 然后就只能大概这样子就可以了 还要最后就是修容 把它修一下就好了 因为我脸好大呀 不修也好大 好 这样整个妆容就算完成 然后我们换一个衣服就可以出去了 现在就是弄好头发 还有就是妆容都化好了 我们现在就要去那个小农场了 然后等一下给大家录那个Vlog 好 拜拜 我们到那个农场了 然后这里好 味道还挺重 马就在哪里 那边有马 对 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来逛逛吧 我也是第一次来在新加坡一个农场 那个Casselwara 它很凶的你懂吗 它一生气对吗 它会用头来撞你的 你看它的头那个 这是什么呀 那个很硬的 你不要碰它 它等一下咬你 你不要碰它 它等一下咬你 我已经看不到鱼了 可以看到吗 在那里 很多鸽子 那边有火鸡 就是那个圣 哦 圣诞节吃的 没有 梅鸽 都很现变 真的生气 怎么那么长 就是他的 这是他的什么 这里太小了 真的是小农场 就根本没东西 然后我们现在就要回去了 就刚才那些路的 好惨啊 新加坡就没有 一个真正的农场 然后下次会去大一点点的看一下 然后就这样吧 拜拜